各位环球的藏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戴维话收藏这个节目 在今天的这个视频当中呢 咱们继续的来学习磁器鉴定 那么今天跟大家聊一下测试一下你的眼力 那么我拿出来这个图片呢 就是一个倒带的一个不到带的东西 那么希望大家呢在留言当中 在评论当中来告诉我你的看法 哪一件是倒带的 哪一件是不到带的 为什么你要有理由啊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现在的这些仿品呢层出不穷 有的一些呢 可以说从这个泥料上啊 从清料上的仿的有那么一些意思 有的呢就是仿的很低级 属于学徒在那里有学绘画 但是呢他买来的这些料呢 就是比如说他有的人做这个瓷器的窑口 他不见得他自己有这个辣批的师傅 或者说是有这个立批的师傅 因为他的财力有限嘛 他可能去到外面去买一些成品 那么然后他再自己绘画 然后再试诱 再去入窑去烧啊 这都是不同的 每一个窑口的财力不同 因此呢他做出来的东西也不一样 更有一些呢就属于易造的东西 那么呢拿这个图呢 让大家就来对比看 哪一个是真正道代的 哪一个是现代的房亭 这样呢来测试一下 大家的眼力 大家也听了不少捷克了 应该呢有一些人呢都已经掌握了 但是有的人呢可能物性稍微低一点呢 掌握的比较慢 我想知道大家的这个程度 以便于呢今后在讲的时候呢 我怎么样去面对大家去讲解 因为有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多东西吧 可能大家都已经掌握了 所以我就可能就带过去了 不会说的讲这么详细 希望大家呢在评论区啊 留下你这个看法啊 另外呢大家如果觉得我做的这些视频呢 对大家呢确实有所收益 有帮助的话呢大家呢多多使用这个赞赏的功能 在这个或者是叫做Super Thanks 超级感谢这个功能 谢谢大家的支持 那今天的这个视频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再一次感谢大家收看代为话收藏这个节目 咱们下一个节目再见